我覺得他們是很特別的人 跟我們系也有特殊的姻緣 我們系還在籌備的時候 就有一個特殊的姻緣邀請到Vicky來演講 那一天他剛好沒交通工具 然後我就載著他去 在那個和唐中醫症在治療中的Vicky這樣 那那個時候我們都還在籌備 那這個過程當中好幾次都邀請到 兩位分別都有到我們系上來演講 那也不只是他們來之後 也帶進來像目前住在這邊的龍哥老師 他是金鐘獎導演 現在也是我們系上的專任老師 那剛剛提到的整個後製整個紀錄電視作Jerry 也是我們網路電視台的執行製作團隊的負責的製作人 那還有在場現場還有投下一些裁判 跟其他的工作班 都是我們網路電視台的同學 那我覺得這些很多的因緣其實都是 我想他們在書上 還有在很多的場合當中 都不但只要人跟人之間的緣分 我想我們此刻在這項區 真的也是一種緣分 那在書裡面 我記得那個 比你講的一段話 他說他覺得那個 Vicky他是一條河流 不斷向前 生命不斷的流動 不斷的向前 充滿了活力 那他自己比自己像大海 就是那麼的深邃 然後那麼的遼闊 然後有潮汐 然後裡面還有很多很多的位置 那各位知道老子講過一句話 叫上善落水 那我們也知道說 正是因為那個水能夠榮能克剛 能夠滴水穿石 能夠適應各種環境 變成氣體 液體 固體 等等 那我覺得他們用水的體育 來補育他們 那事實上我們也同 他們這些年來的雨期 我也覺得我們看到老子講的 上善落水 那個水的堅韻能力量 那個堅韻能力量 然後促成了此刻現在在這邊 那我想這個帶給我們 我們當然很樂意也很榮幸 能夠透過這個機會 就從光文化系 然後跟藍色文化空間 能夠有這樣這個合作的開始 那我們也希望未來還這樣 這只是一個開始 然後未來會有更多合作的可行性這樣 然後也預祝他們的西出發表 能夠非常的成功 然後在這裡預祝大家 真正健康萬事努力 在這裡面